好了大陆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候指出 他估计大陆到今年年底当至少八成甚至八成半以上的民众完成接种疫苗 那么这是大陆可以完全开放的一个标准 钟南山提出大陆内外两个防疫前提 第一个条件是大陆绝大部分的人打了疫苗 接种疫苗之后对于疾病的预防 特别是预防病情加重的能力变强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是无感或者是只是很轻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是一个标准 第二个是各国特别是大陆的这个传染情况都比较低 接种疫苗的比率呢也比较高 死亡率降下来了才可以完全开放 钟南山指出一般来说 不管国内国外接种疫苗半年之后 预防效率会明显下降 那么现在需要的是研究加强疫苗的能力 大陆国家卫健委官网呢也统计到10月2号 累计大陆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2.1亿剂次了 到了9月28号大陆完全接种人数 现在是10.47亿人 那么现在刚好是大陆的11长假 而新疆在三天一次常规核酸检测当中 也发现了两人核酸检测呈现阳性 被诊断是新冠无症状感染 那么新疆现在也已经要求采取临时封控措施 要切断传播链 俄罗斯通报一天新增890例死亡 那么这是俄罗斯一个星期之内 第五次死亡病例创新高 美联社报导 俄罗斯的抗疫小组表示 过去一天新增890例染疫死亡病例 这个数字呢超过前一天的通报 也高于再前一天的通报887例 同时呢新增25769例确诊 而这个数字是今年俄罗斯的第二高 俄罗斯现在总人口是1亿4600万 累计将近21万人染疫死亡 这个数字现在是欧洲最多的 但是俄罗斯呢还是不打算实施封城 执行戴口罩的规定呢 也是不强制的 日本共同社报导 日本国会今天将召开临时会 要推举执政党自民党主席岸田文雄 为新任首相 岸田将会筹组肩负控制住新冠疫情 以及振兴经济这两大重任的内阁 据了解岸田呢也计划新设经济安保大臣 预料岸田会草拟一份国家策略 来防止日本技术外疗 而日本现任的众议员 现在的任期原定是在21号到期 但是现在传出来岸田倾向选择提前解散众院 可能在14号提前解散众议院最慢一个月之后呢 来改选国会大选 根据计划日本可能会在11月7号改选国会 而竞选活动呢将会从10月26号开始 但是外传投票日也有可能改到11月14号 竞选活动在11月2号就能开跑 因为岸田有意愿参加10月30号 以及31号在罗马的G20峰会 但是呢这个也会使得日本政府编列明年度预算的时程 十分紧绷 阿尔及利亚和现在法国呢的关系又紧张了 阿尔及利亚总统府发表声明宣布 召回驻法国大使进行磋商 法国世界报报导 法国总统马克宏9月30号的时候 会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人物后裔的时候 曾经针对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 做出不当的言论引发阿尔及利亚不满 路透报导 法国军方发言人证实 阿尔及利亚已经对法国关闭境内空军基地 不让法国军机使用 而阿尔及利亚总统府发表的这一份声明也指出 几个消息来源指称马克宏发表谈话之后 阿尔及利亚是明确宣示 拒绝外力干预内政 阿尔及利亚表明说 这些不负责任的这个评论 已经造成没有办法接受的局面 而面对这样的状况 总统塔布纳决定召回大使 那么这一份声明里头并没有提供细节 只说马克宏说的这些话 已经伤到了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 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而战的这些烈士们 法国当局也没有否认马克宏说过这些话 那么阿尔及利亚声明强调马克宏说的话 是攻击这些烈士的民生 而阿尔及利亚是不能容忍的 那么这是阿尔及利亚第二次将驻法大使召回国了 上一次发生是在去年5月 当时就是回应法国媒体播出人民运动纪录片 而其实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关系已经非常紧绷了 因为法国9月28号才宣布要大幅血减 对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图尼西亚的签证数量 因为法国认为这些国家拒绝收受 遭到法国遣返的非法移民 而针对法国血减签证数量的决定 其实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9月29号的时候 就召见法国大使提出正式抗议 即将交棒的德国总理梅克尔 在参加东西德1990年统一纪念活动的时候说 政坛领袖们应该懂得妥协 来克服彼此的歧义 因为这时的德国各个政党正在展开 大选之后新总理人选协商的工作 法新社就报道梅克尔这场演说 可能是他在总理的任内最后一场重要谈话 而梅克尔的演说内容 似乎是对着正为了组成新政府而争执不下的政治人物喊话 德国上个星期国会大选的结果 是由梅克尔执政联盟当中的社民党SPD胜出 一旦新的联合政府产生 梅克尔也将正式结束16年的在位生涯 英国保守党举办从2019年以来第一场实体全代会 那么首相强森在场边接受BBC采访的时候说 他拒绝让英国的经济再重回脱欧之前的破碎状态 法新社报道现在的英国面临脱欧之后更严重的供应链危机 那么英国的外国货运司机从不断的流失这种状况到现在是大量出走 但是强森政府是试图把这些部分归咎于全球新冠疫情危机 而现在的英国超市供货受到影响 货架空档的情况是越来越常见 而且运油车司机不够 也引发民众涌进加油站恐慌购油 现在英国还有2000多个加油站面临油荒 甚至有些加油站干脆关闭 而迫使强森政府出动军方运补除油 英国政府现在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是 畜牧业也提出警告 说如果不赶紧引进大量的外籍屠宰场工人还有屠夫的话 那么未来几天英国将有几十万头猪肢被迫焚化 因为没有人负责宰杀了 那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有一间清真寺发生爆炸 阿富汗媒体引述内政部报道 爆炸事件已经造成八死二死伤 但是有一名自称是目击者的塔利班成员说 爆炸其实是造成二死八伤的 他指出似乎是有两名嫌犯犯案 其中有一名被炸死 那么一人是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捕 可是也有塔利班官员透露 死伤数字可能会再多 据了解当时喀布尔第二大清真寺 是在为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逝世的母亲祈祷 穆贾希德已经证实爆炸案发生 但是现在也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是组织 出面承认发动这次的爆炸事件 喜欢中天优质国际新闻的朋友们 请注意全球大视野频道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全球大视野频道会员 一起来支持林家元主持的国际直球对决 全球大视野节目 徐甫的前进战略高地 以及汉堡主播郑一珍的正妹看世界 国际新闻评论最佳品牌在中天 请立刻到全球大视野频道 首页右下右上方的按下加入键 成为全球大视野Family